6月底7月初,带小孩放暑假回到中国 路过一下台湾 因为台湾以前没去过 以前去过日本、韩国、新加坡周围那几个国家都去过 就是台湾没有去过 然后这两年老是看YouTube比较关心台湾这些情况 就想趁这次机会过去看看 我还特地听听人讲说是长龙航空公司EVA不错 我就还把中华航空特地退了 订的这个EVA Airlines这个长龙 结果呢事情出了麻烦了 我们再回去从这会儿到西雅图 西雅图到台北 台北才到北京 然后从西雅图到台北呢 这个是十来个小时 十一个半小时吧 大概十二个小时 然后吃两顿饭 第一顿吃完了好像还没有什么关系吧 第二顿吃完了 反正还是 这个猛的一下子有点记不清了 反正小孩吃完饭在飞机上就觉得不舒服 后来跟我说那个想喝水也不想喝 什么drink也不想要 因为空姐过来送了 然后就说是想要吐 哎呀我说这个吐的 哇就说这个恶心想吐这个比较麻烦 我说你在坐的 他还是坐在这里边我们这三个人物 小孩坐在这边上在窗户 我坐中间我旁边还有一个女的 然后哎 我说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然后哇小孩就是跟我说实在忍不住了 哇给我弄的手忙脚乱 赶紧拿那个毯子 给给给小孩那个放到下部底下 然后哇一下就吐了 然后吐完了还还还那个吐一口 还忍不住还接着吐 然后呢再再吐两下的话 哇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我鼻子开始留学了 因为小孩比较过敏 这段时间鼻子老留学 然后这一下我就开始手忙脚乱了 然后然后那个赶紧就是说找这个纸啊 什么nipkin啊什么wipes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然后那个啊还好就是说我旁边这个女的 她可能是这个在美国这边上学吧 然后她因为聊天的时候聊了几句 她说她不会说这个她不知道台湾 不会说这个台湾语汉语或者是台语之类的 然后她好像赶紧去叫空卷 拿了一堆这个那个nipkins和那个湿的那个wax 在这个小的那个小袋里面 然后在我们那个过了isle另外一边有一个男的是当爹的吧 带着那个前面一排那个三个小孩 然后给赶紧又拿那个纸 就是纸那个看着像手指似的但是把它搓得很软 他说拿这个这个那个先放在鼻子上 然后就是说那个按住鼻子 因为他他是跟我们讲英语 因为那个他是台湾人一看就是台湾就是老中嘛 因为小孩我们家小孩不会说汉语 所以我们路上一直英语那个说 所以周围的人都是说说英语跟我们 然后让我真的那个挺感动 因为他们都伸出援手就是哎呀 想方设法就是说让小孩那个come down 然后那个能够那个鼻子赶紧不流血的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空姐也赶紧又又弄那个那个ice pack 什么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呀总算是这个忍住了 然后我赶紧又跑到我上面那个行李舱那儿 把我那个包里面自己带着那个costco的wipes 然后给给小孩拿出来 然后给他擦擦那个衣服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衣服也都脏了 那然后我那个背包里面正好有这个spare clothes 然后拿出一个给他换上什么的 啊然后给我呀给我感觉真的那个心里热乎乎的周围人这个这个感觉 但是这个要记住这个是从西雅图到台北这个待会再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然后呢我们到到台北就是下来反正因为时间还早嘛 早晨凌晨到然后下午才走 所以就出去玩了玩到这个这个中正纪念堂啊 自由广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等我们后来从北京回来北京到台北台北再到San Francisco再回来 从北京到台北特有意思 我们下来之后吧就是那个不着急嘛溜溜答答溜溜答答 然后反正反正也不需要这个再出去嘛 就就在那会就转一下安检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去那个厕所那儿待了好长时间 然后到到这会慢慢走走到最后 估计可能反正过了好长时间 呃等到安检那会 哇转机的给安检 很壮观的大概有二三十三四十个轮椅 每个轮椅上都坐着人 哇真的很壮观 啊我说这个东西他们怎么这么厉害 这么多人坐轮椅 然后呢我们就去排队排队过安检 哎呀在排着排着的话 那个那个旁边是这个轮椅的那个那个line 然后literally有一个小老头特有意思 呃在我旁边那儿 因为我们快呃他们离那个安检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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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比较近了 我们还在这拐弯排呢 然后正好都在我旁边那儿 然后离他快到他了 然后那些推轮椅的小伙子都都很那个尽职尽责 就是把那个脚凳登登登给他们都打开 然后这小老头就是说伸手极为的敏捷 非常帅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记住 按着那个轮椅蹭一下就蹦起来的那种跳起来的那种 然后叉叉叉叉把鞋脱了 把这个背包也那个拿下来了 放到那个那个tray里面 然后放到那里那会儿 就然后登一挺一挺腰板 然后在那会儿等着那个关键 哇我说这样的人的话 他需要哇他需要坐轮椅吗 哇真的真的那个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啊那个我说这个这个台湾挺有意思 这个台湾的普通老百姓挺有意思 跟跟我们在美国这边就是说 这这二十多年见的那个台湾的同事啊 教会的台湾教友啊 然后还有就是认识周围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啊 跟他们这些人的思维啊 或者说是行为方式 真的是totally different 然后呢更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 等我们上了飞机 从台北到到San Francisco 然后吃了第一顿饭之后 小孩有这个trauma 他就说我不吃饭 这个飞机上的东西不敢吃了 然后我说那你那你得 哎呀那不就留着点drink什么之类的吧 然后我觉得我我得我得吃 我这十来个小时我这个顶部 然后我觉得他那个饭可能有点问题 就是说有有一个是粥上面有一些虾粥和safood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 那个大概是飞机上的第二顿 吃完了之后就一直就开始恶心 就老是想吐 我就是使劲强忍着想吐 终于终于终于 哎呀这个难熬啊 总算是到San Francisco 下下飞机了 然后我就赶紧我们就去 呀哪有先不去就下了飞机 这个什么路关什么都待会再说 赶紧先找厕所 哎呀到厕所里边我往那一蹲 哎呀这个就生怕那个吐了 哎呀这个很难受很难受 然后小孩在在那会等着我 哎真的真的 这是我我觉得这个意味这个这个 这个长荣Airline 这个意味Airline 长荣航公司啊就这一次 以后再也不能坐他们家飞机了 这个这个飞机饮食 他们家的饮食卫生肯定有问题 否则的话假如说是我们回去的时候 或者有那个觉得不舒服 或者回来的时候觉得不舒服 都有这可能 来回都不舒服 这个他这个饮食绝对是有问题 就是绝对是这个卫生 这个这个这个控制不行 然后然后那个就是说他们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这个台湾人 刚才不是说那个从从西雅图回 就是去台北的大部分是说 在美国的台湾人嘛就是 然后我们从台北到San Francisco 这个大部分人吧是在台湾的台湾人 他们来美国 然后呢有意思的是啥呢 就是说让人能够看到就是小孩 就是说这个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的台湾人的一些精神面貌吧 呃我们家小孩要去上厕所 然后上厕所呢拿着webs 就是那个要要要要 可能要扑扑吧 呃 然后在这边等一个等这个前面的厕所 总是有人半天也不出来 然后他就去另外一个 再去另外一个 再去另外一个 因为飞机比较大嘛好几个 然后小孩就来回走来回走 这么来回走的话这个这个possibility 这个这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就就概率就比较小了嘛 然后老是那个就是说找不着 后来就是又回到就是我们最初里我们离我最近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我就告诉小孩你在这等不要老是走嘛 然后那个呃正好那个时候小孩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就是说他在那会等这个门没开 他就走开去另外一个然后后面有一个男的男的后面有一个女的带一个小孩 然后那男的好像还有点就是找我们家小孩 然后一看那个他到那边去排队去了 然后他就进去了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家小孩要回来了 哎这个女的呃带个带个小女孩 然后呢我我我说我说我们小孩刚才在这排队 然后他你猜他说什么 哎他刚才走开了 其实哎弄的我我也没法说 因为这个女的说的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但是呢这个女的这种行为的话就是很让人那个很让人恶心 就是说他明明知道就是说刚才小孩在这我家小孩在这排队 所以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台湾的台湾人就是普遍的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在哪都是一样的 也有人人里面都有这些糟糕 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台湾这个正是这个这个这个有些那个台湾人的 尤其是台湾的台湾人的素质 哎呀不行真的不行 跟在美国这边的台湾人的素质 就像那个我们这些大陆人似的 大陆的大陆人有很多素质很差 但是在美国的大陆人大部分素质不错 哎反正这个就是说 呃这次回呃回中国路过台湾 对台湾的一点这个印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意思我们在在台北那会儿 那个自由广场那个中正纪念堂旁边那个什么南门那个市场里面就是一堆这个一层楼都是那些小吃台湾小吃 然后我在那会儿特有意思我在那会儿排队旁边是那个不是就是一个小门大概过去之后是个过道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前面是一个女的和两个小伙子吧在那排队 然后呢我们就是排我大概我们我大概是离这个门呢 离这个墙呢呃有一步的距离大概是呃那个一米吧 啊那个一个院然后呢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这个阿姨呢很有意思 就是在那会儿那个突然在我身边冒出一句 哎往旁边靠一靠 我他具体就说的是什么这个台湾呃中文我忘了 就就反正是跟我说往旁边靠一靠靠到那个墙那会儿 哎我说你这个什么臭毛病啊 这个我我我站在离墙一米的这儿距离的话又没有影响别人我前面再说我前面有人 你让他所有的人都去靠墙啊 我估计现在事后想哦那段时间好像正好是这个赖清德他们就是说就职 然后然后中国大陆在在这个军演什么之类的可能大概他们对这个这个看我貌似这个大陆游客的这个这个一些一些这个态度的流露 哎我觉得真是这个这个小小镇的这个思维不可救药真的是不可救药 所以我这次厉害以前就是说看那个蔡英文呢看那个赖清德呀看小美琴呢他们这些就是说呃 这个Youtube上面很多的东西而且还有这些访谈啊什么之类的对台湾印象还是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就是说像他们这个台积电呢还有这个那个英伟达他们这些华人讯他们这些其实真的是那个对对台湾印象很不错 但是说这些普通的可能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这个市井之中的话这个台湾给人的印象真的是不行 所以觉得哎这个意味二了这个以后再不做了这最后一次可能呃台湾以后呃没有必要的话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到那儿去转 我就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够了台湾说实在的印象真的一般